Yo,各位关照了MDRO,这里是洛晨 今天这期视频是临时加根的新闻速报 希望大家多多三连,让更多观众了解到此次事件 本期视频会包含少量主观情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指尖开始 事情的起因是8月29号杨红英在微博上发生 对于部分单位,不干正事,以杨红英的作品不是推荐书目为由 要求各个学校、图书馆、阅览室下架杨红英的作品为导火索引发了本次事件 从他本人发出的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事件中要求下架的作家和书籍有这些 首先是一中天和他的作品《帝国的惆怅》 然后是杨红英和他的淘气包马小跳第七册《天真妈妈》 《男生日记》、《黄鹰世界》、《荒漠小精灵》、《北冰羊的巨兽》和《鹦鹉对话过的人》 作家北猫的《米小圈上学日记》 以及龙印台的《孩子你慢慢来》、《野火集》、《牧宋三本》 看到这些书目的时候我真的一时间有些唏嘘 杨红英的书我真的可以说是看过很多 《笑猫日记》、《头七包马小跳》系列 真的是我从小看到大的童年回忆 之前的视频中我还带大家分享了一下我最喜欢的一本《笑猫日记》 《那个黑色的下午》 故事以汶川大地震为背景 以小小的樱桃沟为缩影 讲述了那个悲痛的下午 那个永远会被中华人民铭记的日子 说真的 从我的个人观点来看 杨红英的作品应该是不会有很大的问题的 不知道大家是什么看法 但是这也不代表他完全没错 前段时间杨红英的抄袭事件也是炒得热火朝天不可开轿 但毕竟抄袭是一种非常难以鉴定的事情 选材类似和剧情雷同是无法被鉴定为真正的抄袭的 虽然他可能存在着抄袭的情况 但单从杨红英的《笑猫日记》和《马小跳》系列来看 我是真的比较喜欢他写的书目 至于这次《下架事件》中出现他的书籍 我还是比较意外的 这边我找到了巴友的一张图片 并稍微问询了一下出版社的朋友 他们那边的确受到了有关单位的问题反馈 可以基本确定这张图片的真实性 关于《淘气包马小跳》《天真妈妈的下架理由》 是《格调低下思想不健康》 北猫的米小圈《上学记》也是类似的理由 《格调低下思想不健康》 虽然我本身是看过这几本书的 从我个人而言是没有看出什么思想不健康的情况 但是既然都这么反馈了 我们也是相信有关单位的正确决策 其次是《一中天》的《品三国》等一系列作品 在本次审核中受到了严打 他的作品一直比较饱受争议吧 对于历史正文存在着一定的扭曲 并且插话内容的确是有点直白粗俗 这次受到下架也是在预料之中 最后一位则是让我非常意外的作者 他的名字叫做龙印台 把边上一位30岁左右的大哥都吓了一跳 显然是不可思议 龙印台的书籍居然会被下架 确实他的作品给我们当初好几代人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记得好像还是小学初中的时候 他的书籍可是必读书目 语文考试的阅读中还经常会考目送的相关内容 就单从作品上来讲 他的水平还是非常优秀的 但从人品上来讲 就从台读思想这么一点出发 他的书籍遭到下架就一点也不意外 曾经人民日报都出面批评过 他思想中一些非常不正确的观点 在这里我就不做过多叙述了 我记得是高中的时候 我知道他有这种极端思想的时候 我还很意外 这种思想偏激的人 他的作品居然还能成为我们的必读书目 那个时候觉得有些魔幻 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年 最终还是没有逃过有关部门的审核 只能说 他绝对是这个名单上几位作家 最应该被下架书籍的一个人 毕竟一个中国的原则绝对不能侵犯 不论你的作品有多么优秀 最基本的价值观不应该受到扭曲 那么这就是本期紧急加根的新闻速报 希望大家能够理性讨论 不要把这期视频给整没了 很多观众可能会失望 说我不像当初查理九世时期 那么直白冲动了 但现在毕竟不是当初的小账号了 在事件结果还没出来之前 作为视频作者不应该做出不正当的引导行为 而且毕竟不是谁都想被一直骂得狗血淋头的 之前在为查理九世和青铜葵花被下架事件声援过后 我经常受到某些人的谩骂举报 很多人就是讲不明白 拿着里面一少部分内容就站在道德制高点 指责着查理九世有部分恐怖的内容就应该下架 《狼王梦》和《草房子》里面有色情的内容 整本书就要封杀 经常不看整本书的价值观 就从一小部分故事出发 直肩否定这一整本书 或者直肩否定这一个作者 类似不带脑子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让我现在面对这种谩骂评论 我甚至都不想回复 跟这种极端的杠金 你再讨论也没有相关的结果的 那么这就是这期速播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理性友善的讨论 我们下周视频再见 大家拜拜